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显示地图 所以这部分的话是 上次我们在做的动作里面的 相关的设定 再来的话就是说 最低版本一定要11 11的话就3.0 为什么因为 目前 他基本上 预设还是 只有support是 等于3.0以后的 应该算是4.x 因为3.0以后几乎没有人用 平板很少人在用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4.x以后的版本 那底下设定一些相关的权限 这些权限的话包含就是底下这些我们之前有用过的你可以把整包贴上也OK 那里面的话相关设定我想各位再看一下另外的话这两个 上面的话是决定你的API Key 另外底下这个地方就是 你要引用的是 Google Play Service 后面这个是他的一个 Value 如果说你没有更新的话你就必须输入一个号码 如果更新之后的话那就把这贴上没问题 后来我是把它更新的 所以 这个后面贴上就是没问题 这个画面我在云端上也有 你们可以去把它拿来 再看一下 那底下的部分的话这部分 差不多 这个可能跟前面一样 最后可以看到地图 但是 没有打到地标 所以你会发现 光看到地图 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你可以再结合说你现在的地址在哪里 那再来就是说呢 你们可以再跟那个List View 整合一下 或者你们可以再想想看一个Sample 假设我今天要台北的地图 假设有五个好了 那这五个地标 当我click其中一个List View 我要能够跳到下一页 帮我把那个画面带出来 然后可以back回去 所以这边要需要两个 两个View 然后两个Activity 第一个Activity就是一个List View 就是一个List View在那边清单 那当我点下去的话 我会传递一个什么 一个点给他 就是Let long那个 然后呢 再论多大多小 就要跳过去了 那跳过去就会显示出来 再back回来 所以这个我想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一个List View的清单 但是就这地方 OK 再来的话呢 打底下我们直接 再来看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终于看到地图了 OK 那见专案的部分的话 这部分跟前面一样 那只是View的部分的话 不太一样 那取得View的方法也不太一样 再来的话就是控制什么 控制显示方式 我讲过啦 主要其实是 有 这边是说五种啦 不过最后一种根本不算吧 不显示地图 应该 你要用地图 没有人不显示地图 如果不显示地图 那干嘛用 地图模式 所以 我讲过 主要这 这应该算四种 Normal的话 一般地图 Hybrid的话 就混合的 还有一个 Satellite 就是 卫星的 还有这什么 Tellerin 什么 Tellerin 这是 地形图 那这地方的话呢 当然 如果你们有玩过 Google地图 这应该 都很一般啦 这个我想 Google地图上面都有相关的设定 各位可以玩玩看 那实际上它 等于就把你的Google地图 迁入进来 甚至呢它还支援什么 紫北帧 缩放比例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呢 要不要显示指指南帧 跟缩放比例的话 你只要在 gmap.get 什么 UISetting 这种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